各位好,在這邊我要回覆一個網友的提問 就是關於在踩踏大骨的時候 骨手應該要穿什麼樣的鞋子比較適當 當然最簡單的說法是沒有標準答案的 會依照你自己的喜好跟習慣去選擇 但在這邊我想要用一個比較更具體的方式來講各種不同的選項 第一就是從鞋底的材質來說 有一種骨手會喜歡比較滑的材質 有一種骨手會偏好比較有摩擦力 就是抓力,抓地力比較好的材質 比方說帆布鞋,膠底鞋這樣子 有一個很著名的大師級的骨手Bernard Purdy 他是比較喜歡用皮鞋 就是傳統的那種皮的底,很滑 他強烈的建議大部分的骨手不要使用膠底的鞋子 因為你的腳就沒有辦法在踏板上面滑動 當然他的踩踏動作可想而知就是有非常多在大骨踏板上面滑動的 所以就是看你的需求 但如果你不太需要這種滑動的感覺 你是以你的足根的動作 就是Hill Down, Heal Up 的動作來做踩踏的話 其實不一定需要那麼多的滑動空間的話 其實有一點摩擦力是沒有問題的 但在這邊我想說摩擦力對於這個踩踏大板的動作 其實應該是沒有什麼很具體的幫助 雖然有時候我自己也會用那種摩擦力非常好的鞋子 但實際上在踩踏的時候我覺得稍微滑一點的鞋子的確是會比較好踩 但是像皮鞋 因為有些傳統的皮鞋它的底就是另外一種皮嘛 就是更硬更厚的皮 所以很滑 但是在踩踏的時候 就是它的硬度也蠻高的 所以有可能這個 如果你的腳踝的動作不夠柔軟 跟踏板的起伏不夠服貼的話 有可能會有細微的你的鞋底敲打到大骨踏板的這種聲音 不過我想大部分情況下我們會忽略這種聲音 但如果你的收音環境以及你的踩踏動作原本就音量不是很大的話 那相對於你大骨音量不太大 那這種細微的這種敲擊的雜音就會顯得比較明顯無法被忽略 不過這個是已經是比較知為莫節的事情了 但如果你的鞋底抓力太好的時候就變成說 它沒有太多容許你前後一點點滑動的空間 即使你原本的本意就不是為了要滑動 但是會讓你的腳怎麼說呢 感覺有點像接近一點黏性那樣的感覺 就不太容易踩踏 你的腳踝的這種起落的動作就要做得更加的精準確實 另外一個角度就是關於鞋子的重量 這個反而是我比較在意的 通常鞋手會比較喜歡比較輕一點的鞋子 有些標榜適合鞋手在演奏的這種鞋子也是比較輕便的鞋子 甚至有些鞋手喜歡直接不穿鞋子 就是光著腳來踩踏 還蠻多的就我所知 我認識蠻多鞋手也喜歡光著腳來踩踏大骨 他們喜歡這樣的觸感比較好 比較能夠精準的掌控那種感覺 但是有另一種想法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如果我用比較重的鞋子 我曾經穿的靴子在踩踏大骨 事實上我自己是不太挑鞋子的 我覺得當天穿什麼我就直接穿著去打骨了 但是如果穿著很重的靴子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優點也會有一些缺點 因為比較重嘛 你的踩踏有時候會覺得 那個啟動的動作好像沒那麼容易 但是如果你穿的靴子本身已經夠重了 其實你在行走移動的時候 你的腳踝 你的小腿已經相當程度的 適應這個靴子的重量 那你這時候你要去理解到 相對於你的腳已經習慣了這個靴子的 這種沉重的重量 這個大骨踏板的重量其實就沒有那麼重要了 更簡單的說就是你穿著比較重的鞋子的時候 你在驅動大骨踏板的時候 你會覺得相對比較輕鬆一點 然後會有一種錯覺 甚至實際上呈現出來的聲音的力道 穿透力會比較夠 但是如果你穿著比較輕的鞋子的時候 你反而相對你需要感受上 你需要多一點點的力量去驅動大骨踏板 所以說這個就看人 以我來說我覺得我可能會喜歡稍微重一點的鞋子 但是這樣的情況我覺得應該是比較少數 我所知道的多數的骨手喜歡重量偏輕的鞋子 因為他們就覺得他們的能量就直接用來驅動大骨的踏板 大概會是這樣的差異 那實際上各位可以去試著穿穿看不同的鞋子 去體會看看這樣在你的大骨踏板上面踩踏的感覺 說不定你會找到不一樣的選項 今天先說明到這邊 到這邊 我們這邊